我常想,要是张居正在,要是考成法在,要是七纪光还在,努尔哈赤还会是后来的努尔哈赤吗? 可惜,历史不相信假如,张居正也不相信假如,他只相信千秋公罪自有后人评说。 那么,后人又会如何来评价张居正呢? 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以及在他死后的三百六十年,又会有哪些人念念不忘地提起张居正来? 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我想张居正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资料,这其中既有像明史、明史记事本末、国阙和明神宗实录这样的史料, 也有现代人有关张居正的一些著作。 这其中对我帮助尤其巨大的当属现代学者写的一些有关张居正的传记, 比如说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写的有关张居正的最为权威的一本传记《张居正大传》, 比如说中国社科院刘志勤老师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中的张居正评传, 还有像冯一远、戴杰如两位学者写的张居正传等, 在此,我想特别地对这些前辈学者表达个人的敬意与谢意。 没有这些前辈的努力,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 当然,在这其中我个人最为钦佩的, 也是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研究最为推崇的, 还是要数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 对于这本书,一方面我个人非常喜欢, 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奇怪。 奇怪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为什么要给张居正的传起名叫做《大传》呢? 比如说他还写过《路由传》、《梅瑶辰传》、《袁豪问传》, 甚至还写过一本《朱东润自传》, 但这些他只起名叫传, 为什么写张居正就要叫《大传》呢? 二是,这部《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间也让我感到奇怪。 这部《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先生46岁的时候, 也就是1941年于四川乐山写的。 当时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 而武汉大学是因为抗日战争才临时流亡迁徙到乐山的, 连学校都是流亡学校, 所以朱东润当时过的也是流亡生活。 据朱东润先生自己回忆说, 就是在这种流亡生活中, 他于1941年的1月3日开始动笔, 仅过了七个月到了1941年的8月6日, 这部洋洋洒洒的三十万字的黄黄巨著《张居正大传》就全部完成了。 那么, 朱东润先生为什么在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 要如此急匆匆地完成这部《张居正大传》呢? 对比他的其他传记作品来看, 这本《张居正大传》字数最多, 用时却基本上可以算是最短, 再加上当时恶劣的创作环境, 我们尤其想知道, 是什么让朱东润先生在种种不利条件下, 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创作热情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朱东润先生为什么要给这本书起名叫《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先生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里, 倒是有过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说,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 感觉有一点差异, 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 韦识是一个创句。 可见, 朱东润先生自己也意识到, 这一点会让后人产生疑问, 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朱东润先生说, 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词, 上书就有上书大传, 而传记的传, 原本最早也是从经学里过渡后, 才使用到史学里的。 既然传记的传, 可以从经学中借用到史学里来, 那么经学中大传这个词, 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史学里来呢? 所以他就起名叫张居正大传了。 朱东润先生的这个解释非常学术, 他的意思是说, 自己是跨学科领域, 从经学里借用了大传这个词, 但为什么要突破常规, 如此借用呢? 他也没有说, 所以只能说, 朱东润先生只说了是什么, 却没有说为什么。 至于时间上的疑点, 也就是他为什么在1941年的流亡岁月里, 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里, 要赶出这部三十万字的黄黄巨著, 朱东润先生就更没有提及过了。 带着这两个疑问, 还有在讲述风雨张居正的过程中, 所积淀下来的种种难以释怀的情感, 感与情绪。 我在一个冬天的夜晚, 踏上了北区的列车, 去那片生下张居正, 并养育了张居正的金楚大地, 去寻找我自己的答案。 我来到荆州古城的时候, 正是傍晚时分,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远处的天边有一道血色残阳, 把古城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沧桑感中。 我走在荆州城东门外草市的大街上, 想起四百八十多年前, 那个因为爷爷梦到了一只白乌龟而取名叫张白龟的小朋友, 就是在这条大街旁的某个房屋里咕咕坠地的。 想到那个叫张白龟的少年神童, 就在这里改了一个张居正的名字, 从而走向了天下, 也从而开始名满天下, 心中对这种历史的偶然就充满了一种敬畏和叹息。 荆州人无疑非常爱戴他们这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奇的仙人, 荆州的张居正故居修得非常漂亮, 也非常有气势, 说老实话绝对出乎我的意料。 我本以为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沧桑, 没有多少人会去在乎自己的某位祖先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本以为四百年的岁月变迁, 早就把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化景点压榨成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微缩景观。 可事实上, 无论从占地规模和修缮程度来看, 张居正故居都是我所见过的名人故居景点中, 非常突出的。 我在跟当地人聊天的时候, 说起张居正故居非常有气势, 有位当地人跟我说, 这算什么? 张居正那是一代名相啊, 中国古代虽然有很多名相, 但谁能跟他比呢? 这话听起来特牛, 但牛得让人福气。 当时我听了这话, 一束大拇歌说了四个字, 明智时归。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流连了大半天, 首先产生的一个感慨就是, 一个人的生前身后, 得失毁欲, 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也不是可以预料的, 所以只要能够无愧于心, 就应该像张居正那样, 无所顾忌, 奔着自己的理想, 勇敢的前行。 张居正生前的时候, 权势达到了极点, 生育也达到了极点, 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 就有人为了表彰 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为他建祠堂, 这叫生死。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拍马屁之举, 可是张居正对于这些, 就像当初面对荆州的官员 为他建三藻亭一样, 表现得极为冷静, 说我死之后, 恐怕连找开安葬的地方都困难, 谁又会在乎你生前的险赫呢? 我们曾经分析过, 张居正在建下丰功伟业, 在全市达到顶峰的时候,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真的是太冷静了, 也太有政治远见了。 果然, 张居正一死, 小万里开始对他口口声声 要报答他的恩师, 反攻清算了。 因为在张家, 没有超出预期的两百万两白银, 甚至要把张居正开关录尸, 果然像张居正生前预料的那样, 他几乎连块安葬的地, 都不能保全了。 中万里一朝, 张居正被定性为万里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 小万里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 大明万里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 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 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 毕竟历史不是可以人为抹杀的。 就在万里朝当时, 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名冤报屈, 要说像潘基逊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 为张居正教区还可以理解, 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 反对他的人也为他教区, 这就更有说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志, 曾经在张居正召回天下书院的文化专制过程中饱受打击, 他也是张居正生前, 少数能够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 可当张居正死后, 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 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 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 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立, 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 可以傲双雪, 却不可以认动量, 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 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节。 李志是思想家, 所以看得远看得深, 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动竹观火的认识, 所以中万历一朝, 虽然有李志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 可毕竟身微言轻, 也并不为人所重视, 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 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 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 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 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 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 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一句老话, 家贫私贤妻, 国难私良相。 上至崇祖皇帝, 下道文人士大夫, 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 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威王的关头, 谁能挽狂澜于极岛, 谁能扶大厦于江青, 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 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 大家绝对想不到, 我估计权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 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 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利新政骂得最凶, 骂得最狠的邹元彪。 邹元彪因为反夺情, 在亭杖中被打断了双腿, 落下了终身残疾, 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 弄得浑身都是病。 他晚年曾经说, 每到阴雨天, 那叫一个天阴雨湿生秋秋啊, 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 有时疼的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 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 邹元彪后来成为了东林党的领袖, 在国破家王的严峻形势下, 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利新政, 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 他上书崇祯皇帝, 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 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 到了崇祯三年, 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以完全地恢复。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 是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 知我罪我在所不济。 他的儿子张茂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胎乐籍之后说, 留此一段京城在天壤间, 古人所谓知我罪我, 先公意在事乎。 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 孔子编写完春秋说, 知我者其为春秋虎, 罪我者其为春秋虎。 那意思是说, 我做的这些事, 写的这本书, 后人一定会毁欲不一, 保贬不一的, 但我只要认为, 这是对的, 是有价值的, 不论别人如何评说, 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 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 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 他看重的是他的理想, 是他的改革大业, 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 他也会昂首前行。 而他的儿子张茂修, 在抄家时自杀不成, 后来忍辱偷生, 为父亲编写文集, 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 这就叫, 留此一段京城在天壤间。 宋代的新契机在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 了却君王天下士赢得身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士, 可是当时并未能赢得身前身后名, 可即使这样, 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 却也是永远不朽的。 那么,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就要说到, 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 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 张茂修说他爹留此一段京城在天壤间, 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京城, 或者说这一段精神, 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个人认为, 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 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 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 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 他的子孙的表现。 在王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17年里, 他虽然也想历经图治, 他虽然为国事操心的20多岁就白了少年头, 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 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 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 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 无可奈何。 他于崇祯十三年, 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 誓惜张居正生前的荣誉, 并启用了张敬修的长孙, 也就是张居正的长曾孙张同场, 希望他能够继承紫仙的光荣传统, 救大明与水火之众。 张同场一届书生, 从此便投入到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去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 北有清兵寇官, 南有李自成的起义大军直逼京城, 崇祯帝无兵可调, 就寄希望张同场可以借张居正的名声和影响去南下调兵。 张同场千里兼程, 可惜他兵还没有召集多少, 崇祯帝就已经吊死在眉山上了。 随后清兵入关, 大明朝真的是亡国了。 张同场的同学好友都劝他应该远身避祸, 以保张家的血脉, 因为张同场到这会儿还没有后代, 可张同场却说, 先祖为国, 长思死而后矣, 我怎么能做个不孝子孙呢?